大家好,我是阿印 这位越南女孩,她叫毕方 也是我的越南女友 我们认识到在一起32天了 有位老铁说毕方的父母 明知道毕方和男友同居生活在一起 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 不管束,不反对女儿,任其发展 作为中国,父母觉得这件事情不可失忆 接住这个问题 等下我问问毕方 看看她爸爸妈妈怎么看待我俩 没结婚,在一起同居生活这件事情 兄弟们,又到点了 每天都是这样 其实很多越南小女孩都怕热 我不知道毕方为什么这么喜欢大中午出来 你在看什么 你也不想吃什么 你还想吃什么? 你还想吃什么? 你做什么? 这么热的天 叔叔很辛苦 买一点吧 你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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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什么 你不喜欢吃,我会吃 没事的,你买一点,你不喜欢吃,我会吃 没问题,你买一碗,你不喜欢吃,我会吃 兄弟,买一碗 买一碗,买三碗 买一碗,买一碗 一碗,一碗,一碗 一碗,一碗,一碗 一碗 这么热的天,叔叔骑着三轮车 在街上卖玉米,煮玉米,也可以卖生玉米 现在越南,天气起码得有37度 所以说天气非常炎热 毕方看到叔叔很辛苦,想支持一下他生意 他说他也不喜欢吃玉米 从这方面能看出来呢,地方呢,特别心善的一个姑娘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 我们会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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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还缺什么一起买 家里还缺什么一起买 看来38000人民币 10.06 喜业 28000 折合人民币 7.06 越南薯片 35000 折合人民币 10.05 小包的 25000 7.05 薯条 13000 3.9 3.9 1.2 3.6 看看还有没有要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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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用完呢,我想到的都买了呀 我会喝太多了 我可以吃到有多东西 你再好好想想 那你想到了你自己拿就好了呀 你们再好好想想 有点 你会来玩的吗 你还愿意吗 我害羞吗 我想到了 看我这脑子都怪我 怪我属实大意 两万六块 好 谢谢 谢谢 点点点 谢谢 今天有个小 消费428,000 折合人民币 130 你们认为越南消费便宜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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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给你按头 你这应该是被太阳晒得重暑了 我先拿这个冰冰冰给你敷一下头 你会救好了 这根捅好弓吗 这根捅好弓 你去哪里還 你去哪里啊 你去哪里呀 你去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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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一起去吧 你在家等着就行 我还是和你一起吧 自己出去我不放心 我才能去跟你 我才能不舒服 我才能去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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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能去 我才能去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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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身处一国他乡 女友的爱也让我在种树时 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关怀 女友的照顾让我感受到了 她的细心和体贴 这份爱让我更加珍惜 她不仅是我的女友 更是我生活中的保护者 今天可能是出去太热了 中暑了 脑袋晕晕的每次 刚才刚才地方用他们的地方用他们的地方用他们的地方用的 这几天妈妈有打电话过来吗 我跟他说了小佑在我们家帮忙看家 家里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有人在救好了 你妈就是担心你吧 要不你先回去看看 然后你再来 你是不是嫌弃我要赶我走了 怎么会呢 我的意思 你在这住这么久了 一直没回家 你妈会担心你 也应该回去看一下了 你是不是把我了想让我离开了 怎么会 我想让你在这里住一辈子 让你回家的原因 是想让你父母 更加安心 让你和我在一起 其实你多虑了 在我戀愛的阶段 我父母是尊重我的 那你父母一次都没有见到过我 他们放心你和我出对象 这个阶段生活在一起吗 有没有说你或者骂你啊 他们有证明你们在这段階段里吗 他们有证明你们在这段階段里吗 我没有证明你们在这段階段里吗 我没有证明你们在这段階段里吗 你离婚这件事情 我没有跟妈妈说其他的 我都跟他们说的很清楚 他们也没有说我什么 我也没有做错什么事 兄弟们这可能真的是文化不同吧 要是在中国的话 女方父母们不得把我打死了 我只是希望把我们感情经营的很好 得到你父母的祝福和认可 只是不希望你只是为了我和你家人 我都不愉快 我只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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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事实上的朋友们不愉快 你想不愉快 我身边的朋友 没有等到结婚 就生活在一起了 很正常 不存在一起 不存在一起 如何判斥两个人的感情是否适合结婚呢 我父母很爱我 所以他们会同意 我父母很爱我 放心 把他们知道的不会责怪你了